昨天我們做了一夜聽到12個泛民議員集體辭職 非常之開心 原來我知道,原來是一場誤會 是遲那個法案委員會而已 但我們是不是真的要實在想一下 既然這條惡法的通過是想盜絕 五區公投 它要霸王硬上關於這麼短的時間 一個多兩個月的時間通過這條惡法 作為民主派去反攻的 最有力的武器 可以達到最大的政治能量 最大的投下這個民主的大炸彈 是不是真的全體的泛民議員 是集體辭職 這個政治震撼是否非常之厲害 如果這次泛民的議員可以集體辭職 是可以令到林瑞麟甚至曾任權下台 不過你說這個實際上可不可行 我們就提出這個挑戰 如果就算不是23名泛民議員 集體辭職 是不是可以有重新啟動五區公投 這個可能是史上最後一次的五區公投的機會呢 有些網友甚至乎他是說 民主黨自己都可以啟動的其實 他說上次是路線的不同 OK 那你這次有沒有什麼第二條路線呢 我們昨天聽到他們說 拒絕參與修訂是一個全面的杯葛 全面的杯葛 OK 你有什麼後著呢 那一剎那我同情地理解 我就覺得 他們是想谷高七一的數字 即是加強悲劇效果 但是之後又怎樣呢 如果你真的想谷高七一的數字 其實集體辭職一定可以勁過23條 七一出來行的人 有沒有 但是其他民主派的議員 其實我也沒有真正問他 欲文和大狗 不過我相信他們應該不會論識他們的席位 如果相信民主的民選議員 他們的席位是由人民的選票而成就的嗎 那麼今天人民的選票 保選權被這個政府被保皇黨去剝住的時候 他們是不是應該義無反顧 拿回他們的議席出來 去給我們做一個 你說變相公投 你說一個林須利說不需要做的全民諮詢 這個我覺得是最簡單直接 最有力量 最可以說團結 因為當這個議題一放出來 就真的是大家一條路了 沒得選 其實民主黨欠了我們的 就是那幾十個百分之的投票 即是你普選完再多引他們兩屆 那麼這條怎麼引呢 你引到怎麼搞呢 引了就沒有了 引了就喊了